全国投资大好 我孙冬投顾为敏玉 欢迎收看今天走向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台股大盘的表现 今天大盘收盘压回一个55点 那指数来到这个1072点 那今天这个量能 也随着一个沙盘 形成一较放量的一个态势 今天量能来到个969亿的一个 增量的一个态势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波段 就是为了为了说 我们从昨天前天连续两天 在节目当中怎么样告诉各位 就是说我们在昨天 就送给各位这12字的这个真言 那真的这12字真言就是说 包括第一个叫做什么 买点未到 第二个叫做什么 动作要放缓 动作放缓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多空皆宇 因为毕竟在这个波段就是说 以目前这个台湖大盘 就算今天这个沙盘 今天沙盘就是说把这个月线 上完的月线去做到一趟跌破 那跌破其实在最近这段期间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就说 最近这段期间的一个盘 大概都是落在这个 一万零一百点 这个上下不到一百点的一个空间 来做个高档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游走 那毕竟我们也一样连续两天 在节目当中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就是说在从上个 就是说上个礼拜五去创高 创高到一万零268点的后续 礼拜一这个礼拜礼拜一 其实一个叫往下的一个跳空 往下的这个跳空 那每连续两天 我们怎么样告诉各位 就是说这个往下的这个跳空缺口 如果说反弹寬断 没有办法把这个跳空缺口 去做到那趟回补 去做到那趟回补 那变成说这个盘 它会来做一趟先回撤 这个在5月31号那一天的这个 MSCI季度调整那一天K棒的这个低点 那一天的K棒的低点就落在这一根 这边大量 然后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那我想我们也都很清楚告诉各位 这个低点是落在这个1025.10025 那我想以今天这个台湖大盘 早盘一度都还是昨天反弹 那早盘一度都还是延续反弹 今天盘中一度来到这个10165点 我想这个距离这个跳空缺口的一个 一个封闭 这个封闭是落在10198 差不多快接近10200点这个range 那变成说盘中没有办法把这个跳空缺口 去做到一趟回补的这个前提之下 那当然的话会先来做一个 往下的一个回撤 那这个回撤我想 这个盘式的一个规划我想都还是依循着 我们帮哥去做规划的一个路径 来做个行进 那毕竟就是说今天形成一个 早盘开高走高之后一个反弹 那我想这个反弹没有办法把这个跳空缺口 去做到封闭 封闭没有办法封闭这个前提之下 他就先做一个回撤 那当然这个回撤就是说今天这个最低点 来到这个1033点 当然的话这个低点也没有破了 10025 今天最低是来到1033点 那变成说我们带给各位的这三具的这个四字真言 第一个买点味道我想后续到明天到明天 他再经过一趟的一个回撤 再经过再测一次 那我想这个短线上的一个买点买点就会做个弧线 那我想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这个阶段点 我想各位我们不断也强调各位要买 不是你要等他去做到回撤完成再来做个买进 所以说最近这段期间不妨请各位 你的一个动作稍微放缓一下 不用那么急着去做到一趟进出的一个动作 尤其是说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这个盘尤其说今天这个盘面上 今天也不过跌了个55点 那变成说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上涨的这个加速大概只有200档 下跌的一个加速会逼近到1300档 我想这个比例 就是涨跟跌的一个比例 已经大概列低于1比9的一个比例 我想100东股票 这一档多的个股是涨的 那变成说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个股是拉回 那所以说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就依然很清楚告诉各位 目前这段行情 就是说短线上它依然 明天再测一次之后 再测一次前提之后 它会展开一个反弹 会展开一个反弹 那它反弹上去这个range 这个区间 大概是落在1万点到1万0200点 这个区间 先在做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盘 那这个区间整理盘我想就是说 明天再测一次之后开始反弹 那毕竟我想弹上去 我想各位 你在这个阶段点 你的一个测链面的一个重点 当然的话 还是要去落在你的一个持股 你的持股 因为毕竟现阶段这个个股的走势 相当相当的分歧 那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移多移空 你做多也可以 做卷空也可以 你毕竟都要根据 这个个股的一个 实际上它的一个形态 来做你这个进出的一个依据 移多移空 做多也可以 卷空也可以 那做多的话 我们就是很清楚告诉各位 明天再测一次之后 你就可以来做买进 那买进我想这个盘 你依然都不用想太多 这个跳往缺口 还没有去做回补之前 短线上也都还没有一个 叫做立即转强 立即转强的这种可能性 那所以我想 短线上最有最大的一个机会 大概是落在一个 一万点到一万零两百点的一个 高档的一个震荡区间盘 那至于就是说 其实卧老师我们在今天 我们这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今天我们已经做了一些 部分的一个卷空 然后针对一些属于一个叫 刚刚好起跌的这种形态 这种个股 我们已经在今天做了部分的 一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些高标今天是一箱 一拉回都超过 这个半根停板以上 那当然的话 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我们依然针对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除了我们送给各位 这三句的这个四字真言 第一个叫做买点味道 第二个动作放缓 第三个就是说多空皆宜 你可以做多也可以做卷空 当然我们在今天 我们就说这一路以来 我们都是带个做多的一个操作 那毕竟我们在这个阶段点 这个部分的一个资金 我们已经慢慢调为一个 做卷空的一个操作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其实为了说我们早在两个礼拜之前 两个礼拜进行 我们其实就有一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维护调整 包括在今天之前 我们是说我们是一路做多 一路做多 那变成说这个买进的一个循环 我们已经调整为一个叫做快打部队 快打部队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操作 因为毕竟这段行情我想已经没有所谓的一个 波段的一个行情 那毕竟我们在之前那个阶段点 中一波 我们从4月20号以来 4月20日 指数在这个9600多点 变成说当时我们带各位操作 是采一个叫波段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波段操作包括像 第三趟操作的GIS 是包括像这个 这个纯安 这个樊宣 这些标的 波段的一个获利 我想都带给各位香香丰厚的获利 那毕竟从6月份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调整 我们把一个操作循环 来做个做个缩短 我们买进的这种持股 大概我们就差不多一个礼拜的一个进出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尤其说我们在当时告诉各位 你要买OK 那问题是说你的买进的一个重点 会落在一个叫做买点的一个决定 是说这大的行情 我想我们已经列举太多个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给各位做分享 绝对不要去做个追高 不要去用个追借 我们是说探与 这强势个股 回测 我们去找买点 而不是要等到各位 你看到创高那个时间点 你再去找买点 创高等到你相信的时候 是我们要去做到找卖点的一个时间点 对6月份以来 我想我们从6月1号 我们有分享各位一些个股 包括像310的文贸 我想我们这次上次演讲会 我们送给所有的来宾的一个6月份的一个标股 6月份的接棒标股的一档标的 我想以文贸这档标的 从当时5月25号 那当时228块 一路拉高到160几块钱 这一段的价差有 有点超过30几块钱的一个价差 我想我们在6月6号 在6月6号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我们有做部分的一个调节 甚至包括像2349的这个美率 你不要希望追高的 你就趁它回撤 我们在6月1号这一边 来做个它一个转折 一个它的一个起涨的第一根K棒 我们做介入 那变成说这一段的一个涨身弧度 连续五天的一个收涨 变成说我们就说6月1号做切入 6月6号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就达正这个叫做多转10%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就把它去做到那样获利 只是说8011的像这个台东的一个部分 6月1号在这里一段你不卖 你不卖的这个结果 我想又做个大幅度一个拉回 我想这个又是没拆钢 那变成说近期 除了像6月1号带进各位这个快打部队的一个 买在这种奇商点 我想党党带给各位一个很丰厚的获利以外 那我们在6月6号一口气 把它三党卖掉 转进的包括像这个台湾之光 6月1号6274的这个台药 我想这档标的一路 6月1号在这里 6月1号在这里 那变成说连续6月6号 6月6号在这里 变成说我们卖掉那三档以后 我们切入台湾之光这档标的 啪啪啪连叉五天 连续五天创高 那也达正这个叫做多转10%的一个获利目标 我们预告在昨天节目我们预告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它去做到获利 那今天做拉回 包括另外包括像3653的这个 像这个 建策的一个部分 我想在昨天创高 昨天创高 那我们就不妨再问一下各位 创高 是要各位找买点还是找卖点 我想这个答案已经再清楚不够 你不卖 今天又是做个压回 所以说这大的行情 就是说我们是踩这叫快打部队 快打部队 买我们就买这个叫奇障点 那要空的这种个股 我想我们在今天特别有真的一个族群 这个叫族群叫光字背 那光字背的这一个个股 我想包括像这个3406的郁金光 月线季线有做个跌破 3362了 像这个仙境光 4976都是做一个起跌 刚好破月线 行线包刮 3630 这都是刚刚好起跌这种个股 我想这些标的 我们在今天陆续做到 一项卷空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就是说我们的投资配方 就是说短线上我们 我们研判这个盘 还是走一个区间 那质疑就是说这个盘到底 反弹上去 什么时间点会进入到一个叫做变盘的这个关键转折 我想 涨在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毕竟魏老师我们就说 我们在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我们会办一场这个精彩的一个讲座 就是说魏老师我们在明天的晚上 我们会 这个6月15号就明天晚上7点钟 我们会针对这个既底作战 快打部队你要如何来做个操作 我们在明天晚上 严谨会现场给各位做个详细的一个分享 这个如何来做个操作 那万点过后的一个行情会涨到哪边 变盘的这个关键转折的一个空点 又在哪边 我想到那个时间点 我们就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卷空 那当然的话 这段行情高档震荡 我们最看好的哪些 既底作战的这个股 你可以来做一个多短多的一个操作 那哪一些标的 已经开始做个起跌 你无论如何 波段起跌 南下的这种标股 我想我们一样会全面性在严谨会现场 直接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好考个股 不管多的个股跟空的个股 分享给各位以外 我们还在现场教会各位 短线价差的一个操作 教各位如何来做个选股 来做个讯号 你如何来做个决定 我想你来到现场 你不仅仅可以赚得到钱 又可以学到技术 那当然的话我想 我们就是说套用一句 像这个 各位你不想看一下 像去在前年104年的时候 一万点以后 往这个拉回 台股的一个特色叫环涨地底 起都起很万 射都射得很快 那等到这个波段的一个 转空的那个 变盘的一个转折点 来的那个时间点 就请各位务必要做到 一趟全面性的一个避开 甚至来跟着我们做到 一趟波段的一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然后想要加入 我老师我们明天晚上 这个讲座的投资朋友们 你依然都可以直接利用广告的电话 或者说到我们这个LINE AT当中 直接来做个登记的一个报名 好那今天节目告个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1